唉,身为女人真是辛苦啊 从没想到这么年轻我就会得到癌症 像我的朋友跟亲戚都有人年纪轻轻就得到癌 我很害怕,所以只要记得 我都会在睡前做一下乳房自我检查 只是我还是很担心 虽然自己没摸到硬块 但如果肿瘤很小 应该是摸不出来才对啊 哦,您为做乳房自我检查 很有预防的概念,很好哦 那您是在一个月当中的哪个时间来做乳房自我检查的呢 嗯,我想到就会做 没有特别去挑日子 请问有什么规定 到什么时候才能做乳房的自我检查吗 一般呢,我们最好是在月经结束后的第五到十天内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乳房比较不会受到荷尔蒙的影响 所以在这段时间检查是最好的 那另外呢,筛检早期乳癌的主要方式是乳房摄影检查 所以没有症状的早期乳癌或摸不到的乳房肿瘤 都可以用这种摄影的方式来早期发现 诶,对了,您刚好是45岁 45到69岁妇女呢 可以享受每两年的免费的摄影检查一次 待会儿就请医生帮您预约做这个乳房摄影检查好吗 好啊,真是太好了 谢谢哦 好啊,真是太好了